历时两个多月 早已经提前锁定年度爆款的浪姐4 终于在7月21日晚迎来了正式收官的乘风之夜 又一年属于浪花的夏日限定结束了 初舞台 五次公演以及复活赛后 13位姐姐被淘汰 吴倩三公因并主动退赛 唐伯虎和汪小敏突围复活 21位姐姐参与了决赛 最终 陈佳化 刘亦云 美伊里牙 谢娜 朱朱 知福 刘希君 黄丽玲 卢靖山 龚琳娜和贾靖文11位姐姐成团 陈佳化拿到了年度冠军 而谢娜拿到了年度成风创始人 最重要的 当然是第二部分共三轮的决赛PK 第一轮是队长合作秀 是什么 让我遇见这样的你 一首暖心的曼歌为这场告别开了一个好头 最终陈佳化第一名 谢娜第二名 刘亦云第三名 第二轮是跨联创队EVE合作秀 知福和刘亚瑟合作唱跳了Who's that girl 这对场外呼声最高的CP终于有了双人舞台 大衣一拖就是水衣 被调侃在公废谈恋爱 最终之福胜出毫无意外 龚琳娜和美伊里牙三度合作了岁月 舞台设计故事感十足 两人的默契和发挥甚至是高于义工合作的花海的 是本季值得被铭记的一个高质量Vocal舞台 美伊里牙得分胜过龚琳娜也在意料之中 朱朱和刘希君合作唱跳了Say Soul 性感魅惑 舞台氛围感被拉满 朱朱依然擅长驾驭这类舞台 刘希君发挥经验 有了自己在乘风舞台上最好的唱跳舞台 这二位的人气不相上下 谁胜出都有可能 最终朱朱为团队赢下了比赛 第三轮是团队秀 刘亦云组合作了的女孩 尽管基本算纯唱舞台 但现场氛围很好 谢娜组唱跳了YOY 被赞是对内有史以来最奇的舞台 陈佳化组唱跳了 国风舞台爵士舞鸡 同样诚意十足 唱跳整齐的现代组拿到907分实至名归 舞台元素丰富 姐姐们表现惊艳的陈佳化组得分 不过900亿难评 整体人气更高的刘亦云组 拿到最高分遭到了质疑 尽管浪姐四的成团名单早已经曝光 但直到如今正片上线 相关争议依然存在 可谓是几家欢喜几家愁 十一人的成团名单自然守守当其冲 四季浪姐以来 每一季的成团人员越来越多 前两季都是七人 第三季是十人 如今第四季则增到了十一人 有逐渐向P哥 每季十七人的畅演家族靠拢的趋势 纵观浪姐四的十一人成团名单 某些姐姐的成团既没有悬念 也理所应当 比如冠军陈佳化 唱跳权能且国民度足够高 而且在节目中展现了备受认可的大举观 比如美伊里亚和知福这两位外籍姐姐 他们都是妥妥的实力派 对舞台的重视何诚意显而易见 节目的出圈有他俩的功劳 再比如刘希君和黄丽玲 虽然没如愿得到太多的唱跳机会 但他们扛起了本季Vocal舞台的质量 成团合情合理 从被爆料以选手身份加盟 浪姐四的开始 谢娜就是节目中的争议焦点 唱跳实力 队长职责 真人秀表现 场外动态等都被观众拿着放大镜看 以谢娜的人气 她成团是没有任何悬念的 但部分观众依然接受不了这个结果 但在笔者看来 本职时主持人的谢娜没有那么差 比本集大多数演员姐姐实力都强 带队的凝聚力也够高 更何况 浪姐是一档成名艺人团选综艺 人气本就是成团的重要标准 贾静雯并不是提前锁定成团位的姐姐 孙岳 曾可妮 刘亚瑟三人 都有机会与她竞争 更重要的是 贾静雯虽然被赞从唱跳双废 进化成了女团预备 但网友们言过其实 只不过她懂得扬长臂短 或者说知道vocal非一日之功 而唱跳舞台能通过练习和预录弥补 相较于谢娜 朱朱 卢靖山和贾静雯 曾可妮的风评恰恰相反 虽然依然出局没能成团 但成为了有且唯一一个异男品姐姐 曾可妮前妻的口碑并不好 因为节目组总是给她一些recation镜头 而这些无效镜头让她背上了皇族的骂名 但其实 曾可妮在谢娜团队堪称舞蹈老师 之后随着公演舞台的进行 更多观众逐渐gate到了她的实力 尤其是武功和刘亦云的双人PK 好评带过了刘亦云 口碑大涨 继青春有你二后再度卡位出局 绝对是成团业的最大一男品 当然啊 不少观众也认为 孙悦没成团是一男品 毕竟她的资历在浪姐四中最高 但其实 如果抛开粉级看孙悦的表现 她不成团是意料之中 因为她五次个人喜爱度的最好成绩 也只是一公的地势 只能说 初见面压轴登场的孙悦 确实曾被节目组重视 但可惜 高估了她的实力和人气 经过对长袖 跨联盟一一一合作袖 和团袖三轮比拼后 浪姐四成团名单正式公布 11个名额花落陈佳化 刘亦云 美伊里亚 谢娜 朱朱 知福 刘希君 黄丽林 卢靖山 龚丽娜 和贾靖文 四个年度 成风舞台归属花海 闭嘴跳舞 陆化江南 和青鸟 花海是本季最初圈的舞台 甚至可以说没有之一 而后三者 分属三大联盟 节目组做到了一碗水端品 个人奖项方面 陈佳化拿到了年度冠军 谢娜夺得了年度成风创始人 年度成风超越奖 颁给了孙悦和知福 微博成风高光人物归属留意 年度成风精神 讲给了曲颖 蔡少芬 张嘉妮 朱朱 总体来说 浪姐四的成团名单 在大多数观众的意料之中 但是21位姐姐的决赛名次 有不少看点 有人实至名归 有人是一南平 也有人出乎意料 陈佳化第一名这件事 从她官宣加盟节目那一刻开始 就失去了悬念 尽管她的带队成绩和个人喜爱度成绩并不理想 但她有着很高的大举观 而且几位竞争对手都不适合拿冠军 非她莫属 第二名的刘亦云和第三名的美伊里牙 人气从一宫开始就居高不下 最终拿到这个名次也算合理 当然了 部分观众可能会有质疑 因为亚军和继军都是外籍姐姐 值得一提的是 刘亦云和美伊里牙虽然都是人气王 但二人的风评不尽相同 刘亦云后期被质疑 实力担不起六边形战士称号 武功参与两个合作舞台的行为也遭到了吐槽 反观美伊里牙 唱跳实力全程在线 整季节目活力满满元气十足 一直在努力学中文的态度也诚意十足 通过节目圈粉无数 谢娜最终拿到第四名是笔者没想到的 毕竟她的国民度和人气够高 原以为她至少是第三名 正如谢娜在成团业的那段发言 谢娜一直是一个很有争议的名字 但跨界参赛的她 做到了比很多姐姐都更好的程度 希望之后想起来这段充满争议的乘风之旅 她依然是欣慰的 朱朱拿到第五名 在某些观众看来依然虚高 但相较于之前两次第三和一次第二的战绩 已经算比较合情理了 抛开朱朱的真实人气不谈 她成团确实值得 唱跳表现惊艳 表情管理在线 女团发十足 她的实力不该因为演员身份被质疑 第六名知福和第七名刘细军 她俩的决赛名次 符合之前个人喜爱度排名的趋势 依然位于中卫区 很难升到上卫区 但也跌不到下卫区 浪解四之后 刘细军应该会得到更多音众的邀约 希望四季度的时光音乐会三能看到她 至于知福 虽然得到了内鱼无待参这样的超高评价 但她录完团综后 大带率要回国了 之后来内鱼工作的机会 也不会很多 黄丽玲决赛能拿到第八名 绝对是逆袭 因为她五次个人喜爱度的排名 依次是第十一 第七 第十三 第十九 和第九 堪称大起大落 新晋金曲讲歌后的荣誉 应该给她加分了不少 卢靖山拿到了第九名 相较于公演平均个人喜爱度的名字下跌了 但无论对于她自己还是节目组 都是一个合理的结果 毕竟她遭遇的质疑并不少 一度被吐槽是皇族 龚琳娜拿到第十名 从实力方面来讲低了 但从人气方面来讲合理 毕竟她不是自带流量的艺人 完全靠实力和性格征服观众 至于卡位成团的假禁闻 粉丝们应该是松了一口气 毕竟以之前的个人喜爱度排名推测 她如果出局也是有可能的 第十二名 曾可妮 她没有成团 是本季浪姐四最大的可惜之处 唱跳实力 不输陈家画 刘亦云 粉丝的打头能力也足够强 或许年轻的她差的 就是资历和代表作吧 第十三名 刘亚瑟 她的成团希望本就低 但凭借浪姐四确实圈粉很多 而且被粉丝们公认是一难评 好在 刘亚瑟凭借浪姐四提高了国民度 让更多人知道了这位金像奖影后 她的成风之旅不需此行 第十四名 张嘉尼 她在节目早期有很明显的成团像 是当之无愧的门面担当之一 但可惜五次公演舞台的表现并不抢眼 值得一提的是 张嘉尼在成团业参与的爵士舞集中十分惊艳 完全是爵士舞基本机 在节目组登场来看 节目组起初确实有力捧她的迹象 但最终高估了她的人气 而且她也担不起内地唱跳 第一人的赞语 再加之快言快语 和不善表情管理等表现 口碑受到了影响 名次倒数第四也不足为怪了 第十八名唐伯虎和第十九名汪小敏 这两位复活赛突围出来的姐姐 不能成团是肯定的 决赛名次没有垫底就已经是姓氏了 毕竟她俩分别是一宫和二宫淘汰的 离开观众视线太久了 第二是名陈一涵 有着元气女神的称号 出道多年来国民度并不低 但可惜因为一宫小考淘汰掉许静韵而口碑崩塌 如今回想 在那次唯一的小考中 哪方是赢家 哪方是输家 哪方又是工具人 见人见智 最后 吉娜名次垫底也在意料之中 她公演时就多次涉嫌晋级 后期基本是节目中的隐形人 完全是无效参赛 据悉 吉娜武功直到公演当天凌晨才赶回长沙 几乎没有与队友合练的时间 节目组没剪出这一段 已经是对她的包容了 随着十一位姐姐的成团 浪姐四正式收官 又一年属于浪花的夏日限定结束了 当然了 对于节目粉来说 浪姐四的故事还没完全落幕 因为团宗中国有滋味正在录制 目前被曝光的嘉宾有陈佳化 刘亦云 知福 龚琳娜 朱朱等 希望尽快开播 更希望能顺利播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